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22岁的田华也由此成为了新中国一颗耀眼的电影明星 然而在电影成功的背后还有两位幕后工作者 那就是王坤和孟渝 电影白猫女是田华同志演的喜儿 因为田华同志她演戏也很好 但是唱歌好像不是太好 所以后来就决定要配音 配音就是先找着王坤同志去的 后来就是我们两个人去的 担任这个白猫女喜儿的配音 王坤同志唱的前半部 我唱的后半部 1951年 电影白猫女 获第六届卡洛维法利国际电影节 特别荣誉奖 然而在这部电影产生之前 由孟渝 王坤 陈强等人主演的同名歌剧 已经在全国深有影响 剧中的开场曲 《北风吹》 更是广为传唱 《北风吹》 《北风吹吹》 《雪花吹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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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夜来哀悼》 所以这个成为在我们从五几年起 一直到现在应该说 那成了个家喻户晓的曲子 这是《白猫女》里头最传播最广的一个曲 关于歌剧《白猫女》的来源 还要从1944年说起 当时的孟渝 还是延安鲁易的学生 就在这年的四月 周威智带领着西北战地服务团 从华北回到延安 5月27日 延安鲁迅艺术学院 召开了欢迎西战团的联欢大会 演出结束后 鲁易校长周扬 也从刚刚归来的西战团 得到了一个意外的收获 这个时候他们就带来了一个 平山县的故事 《白猫仙姑》这样 这个时候呢 当时西战团的有一位同志 叫邵子南同志 他曾经写了一个剧本 就是这个《白猫仙姑》这样的一个剧本 白猫仙姑的故事 是晋茶祭解放区里 广为流传的一个民间传说 1938年 晋茶祭解放区成立后 开展了轰轰烈烈的土地改革运动 许多深受地主剥削的农民 翻身做了主人 白猫女的传说 就是在此时流传起来的 白猫女的原型 好像是一个性魔的妇女 就是因为她头发不吃盐 长期在山洞里躲着 不见太阳 所以她头发就白了 一身都白在这 皮肤都是白在这 那个人很多人 就是发现了山上 有这个白猫仙姑在这 出现了以后 就说有鬼 有仙 所以这样的 在庙里头就经常去上古 所以在平山县 当时的香火是很旺盛的 就是因为这样 所以在平山县 就流传了一个白猫仙姑 这个故事 但是故事并不像 后来白猫女这么完整 这样的 所以这个故事 就写了这么一个粗稿 就是这样一个 类似于神怪传奇的民间故事 却引起了周扬的极大兴趣 他敏锐地感觉到 这个故事里 有着一些可以深刻挖掘的时代意义 周扬同志 张根同志 和很多导演 大家都觉得 这些很好的题材 所以就开始是 就责成 何敬之同志 何敬之是文学系的 诗人是一个诗人 其实他和丁一同志 他们俩合作 把白猫女重新整理 重新改编 重新这样 一幕一幕写 写说 现在是大概的提纲 整个部队 这个就由周扬同志 他们定了以后 应该怎么写 他们写 写出一幕 开始就开始创作了 那时候很快 就创作了 第一幕第二幕 这样子写着 逐渐在创作的 1945年春 中国共产党的第七次 全国代表大会 正在紧锣密鼓的筹备当中 歌剧白猫女 也在此时完成了剧本的创作 恰逢这一盛世 周扬决定 敢在七大召开前 完成白猫女的全部创作 把这部戏 作为向七大县里的演出剧目 然而 如何创作出一部 融合东西方文化的新歌剧 却使鲁毅的音乐家们 陷入了迷茫 那时候他们也是 七个集体的创作组 他们的组长是 毛可同事和曲伟同事 就创作这个 《北风吹》 大家都在写 《北风吹》 是歌剧白猫女的第一段乐曲 作为整个歌剧的开场曲 这首曲子 决定了全剧的风格和创作方向 马可 张鲁等负责音乐的五位成员 为此创作了一百多首曲子 可都被张庚一一否定 眼看七大召开的时间 越来越近 创作组的压力也越来越大 那天晚上 张鲁就帮帮帮敲我的门 说不没用 我说怎么了 他说我的油灯没有油了 就是他住房子 油灯没有油了 你家里灯还有油吗 我说油 他说我能不能让你人创作 我明天就要交稿 我得赶快把这段写出来 我说好吧好吧 1945年 是孟鱼在鲁艺学习的最后一年 出于对音乐的热爱 学校里歌剧白毛女的创作 也时刻牵动着她的心 当张鲁深夜敲开她的房门时 孟鱼并没有感到太多的惊讶 为了给张鲁一个安静的创作环境 她悄悄地走出了家门 回来以后 她告诉我已经创作了 我第一个听见她唱给我听了 北风那个吹 雪花那个飘 雪花那个飘飘 夜来来到 第一次听到北风吹的曲调 孟鱼就深深地 为她优美的旋律折服 也敏锐地感觉到 这就是白毛女最合适的开场曲 哎呀 我觉得她写得特别好 我说太棒了 而且你这个歌听不出来 是用了四分之三的节奏写的 我说你很好 拥护得很好的 很有特色 一来我就祝贺她 我说你这样 她说现在不能祝贺 我还得去了 还得去几个北风吹来评选 才不知道能不能选到 我说绝对能选上 孟鱼的预测在这天早上 就完全得到了证实 当张鲁拿着这份深夜写旧的谱子 交给张庚时 这位严谨的近乎苛刻的艺术家 当即确定 这就是他心目中一直找寻的北风吹 歌曲确定以后 张鲁找到了刚刚随西战团归来的王坤 担当剧中喜儿的角色 这首曲子也从王坤的口里 瞬间传遍了鲁毅的各个角落 王坤一唱这歌的时候 马上我们那个鲁毅的小鬼 就是很多挑战的警卫员 什么情卫员 他们都会唱了一下这歌 就留下 在我们细音戏里 人人都会唱这歌 确定了歌剧的主题风格 白毛女接下来的音乐创作非常顺利 1945年4月 白毛女全部创作完成 4月28日 中共七大召开的前一天 周扬带领着剧组满怀信心地 走进了中央党校礼堂 为来自全国的500多名代表 和延安各级首长 进行第一次演出 第一次正式演出呢 是在齐大 是王坤同志演的 王坤同志从西战堂回来的 他的嗓子很好 所以当时就演了 为齐大演出 给中央的会议演出 是王坤同志演出的 歌剧白毛女的第一次亮相 取得了意想不到的成功 当北风吹的音乐响起的时候 所有观众都融入了情节之中 会场里不时传出抽泣之声 演出结束后 周恩来总理和许多领导人 打破惯例第一次走向后台 向演员们祝福 演出完了以后 毛主席周恩来他们 都对这个反应很好 觉得写得很好 一个是很 对现实有很大的指导意义吧 就真的是我们自己开成了 我们自己民主性格局的这个开头吧 1945年4月29日 中共七大在延安隆重召开 毛泽东在会上发表了论联合政府的报告 中国从此进入了新民主主义的革命时期 歌剧白毛女也作为新时期的第一个文艺节目 在解放区公演 公演后各个机关团体都去看 所以大家对白毛女的评价就很多 后来慢慢慢慢 大家也提出一些建议 建议的几个像领导同时提出 就是黄世仁最后应该枪毙 因为他已经是鹅霸地主 而且逼死了杨白老 所以应该想 所以后来戏严严严 后来才敢 最后枪毙鹅霸地主 黄世仁的后面又这样 在连续的演出中 歌剧白毛女不断吸收群众意见 故事结构也变得越来越完善合理 在我们演的时候开始 还有一小孩 演的就是白毛女在山洞里 还想了一个小孩 还有一个唱段 后来是 后来还有其他领导 所以这孩子 电影里头 就是他生下这孩子 就把他就死了 就埋在山洞里头 电影里头交代了这个 可是歌剧呢 那个时候开始 我们在乡下演还有一个小孩 后来就再去条件了 正在白毛女在延安演出的时候 1945年8月15日 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 结束了长达八年的抗战 解放区的土地上万众欢腾 正在延安的梦渝 也融入了庆祝胜利的游行队伍中 就那天晚上当新华社宣布 日本人无条件投降 哎呀那人高兴的兴奋的不得了 敲锣打鼓没有锣鼓敲什么敲脸盆 打着钢子吃钢子敲 那种心情就激动的 就是无语言表吧 简直就是觉得太高兴了 1945年9月 当延安还沉浸在 抗战胜利的喜悦之中时 鲁毅接到中央的指示 要求他们组织文艺工作团 到广大的东北和华北地区 开展工作 孟渝也参加了其中的 华北文艺工作团 深入到基层演出 我参加了华北文艺工作团 是当时的诗人爱琴同志 是任团长 带着我们去张家口 就华北当时解放的 最大的一个城市 就是张家口 这张照片 就是华北文艺工作团 从延安出发时的流影 由于白毛女在延安的轰动效应 他们也将这部新歌剧 带到了张家口 就是在张家口的演出期间 孟渝第一次加入了歌剧白毛女剧组 出演《喜儿》这一角色 开始我也挺胆怯的 我觉得我演过一些戏 但是那戏都是比较小的 这么大的歌剧 我没有演过 我又不是学戏剧的 所以他们都鼓励我 说不要害怕你去梦里 没有问题 有老演员 会帮助你的 苏江同志导演 特别细致 这些人没问题去演 就这样 孟渝跟随着华北文艺工作团 在刚刚从日寇手里 解放出来的华北地区 巡回演出 配合着轰轰烈烈的土改运动 歌剧《白毛女》 发挥了她巨大的宣传作用 当时的原因就是 他们受地主的剥削 地主的压力 也是很深的 所以也就 也有 是说程度上虽然不同的 但是也都招呼一些 这些这时候都压迫 所以他们看不清楚 好像是这样自身的 这样一些遭遇之下 就是白毛女开始一出来以后 到杨白老死的时候 喜儿就哭爹的那一场戏 那是底下观众们 哭得伤心得不得了 哭得 都是这样的 哭得那眼泪 一叉子那时候 刚刚经过了八年抗战 饱受日军践踏的华北地区 生活十分坚固 梦渝在当地演出的过程中 经常连电灯都无法保证 只能用几支气灯轮番照明 维持演出 我们在乡下演出都是挂气灯 就是把气灯淋上台 哭哭哭哭的大气 再挂了六七个气灯 这个气灯要灭 再把气灯换下 再换一个灯 反正戏就在那演 就是在这种艰苦的演出条件下 歌剧白毛女 却在广大的华北地区 受到了热烈的欢迎 为满足群众需要 梦渝和文工团的演员们 每天晚上都要进行量场演出 我们的天黑的才能演 才能挂上气灯 天黑演出了完了以后 演到大概12点钟 都演三个多小时 12点钟 然后吃夜宵 夜宵就是棒子面糊糊 棒子面饼子 就点咸菜 就吃 吃吧 化妆再补一补 第二强再演 一直演到东方发败 1946年6月 国民党不顾 人民渴望和平的议员 悍然进攻中原解放区 内战全面爆发 正在张家口演出的 华北文艺工作团 也奉命开往张家口的怀来 为前线的战士 和老乡们慰问演出 在演出之前 没有开演之前 先打三头饿过 超饿打过 群众就都来了 有的群众说 上午一听说 这儿要演戏 上午就来着 下午来着 赶着 大车的 来着 这些人都来着 看戏 结果都坐在地下 这边是街坊 他们互相拉根 来一个 在彩片那边 唱一个 就特别热情 当这个 当这个 锅一响了以后 墓再打开了 音乐就起了 起了以后 喜儿唱 开始第一个曲 就 飞风那个吹 这就出场了以后 所以观众就安静下来了 慢慢就被一个剧情 所吸引嘛 正出戏下来 观众始终被剧中 喜儿悲惨的命运 吸引和打动 演到最后一幕 《斗争黄世仁》的时候 台下的观众 已经完全忘记了 这只是一幕 虚构的戏剧 后来到最后一场戏 那个斗争会的气 我也是第一次接触这样 斗争会 那个台底下 台上喊口号 大大黄世仁 结果底下也喊口号 全部接触 整个那么几千人的会场 就成了一个大的会场 台下观众 台山倒海的口号声 甚至淹没了梦里的演唱 就在他竭力继续 自己的演出时 台下突然发生了 更大的骚扰 说这个时候就有一个战士 看着气得不大 打着这枪就往前跑 我都崩了 我都把黄世仁 太可恶了 把人崩了 还去着打枪 结果他的班长 他站在什么 蹬着 说这是在演戏 这是在演戏 哎呀就这样吧 就在这次演出之后 上级部队发来了一项命令 凡事观看歌剧白毛女的部队 子弹一律不许上堂 以免情绪激动 伤害到台上的演员 观众热烈的反应 也激励着梦鱼和文工团的演员们 他们马不停蹄地辗转在各个战场 白毛女的歌声 也响遍了进茶季节房居 演出了以后 后来杨长武同志 给我们文工团 来了一封信 我记得那信的大意 是这样的 就是怀来战雨 敌人多于我军数倍的兵力 但是在战场上 战士们打得非常英勇顽强 因为刺刀尖上带着文化 一个破诊号 就是看了白毛女后 启发起来的阶级居住 他还说最后还有一句 说在这次战雨的胜利当中 也有你文工团的一份功劳 所以大家感觉特别幸运地 我们做这样 除了给解放军演出 梦鱼和文工团的演员们 还经常给国民党的伏兵演出 而这些演出 也起到了意想不到的效果 演的杨本老师 他们也同样哭 但是没人 他们演出完了以后 连长就带他们去 一个组一个组 都开诉苦会 就开见了会 开见会的话 然后就是指出两条路 一条路说愿意回家的 我们就给防务费 你可以回去 给你写个路条 你就可以回去 那么愿意参加解放军的路 我们就调断签口 去拿把门卖 那时候就是那样的 所以有很多 就参加了 三年的国内战争期间 孟瑜就这样 跟随着华北文工团 用喜而悲惨的命运 激励着前线的战士 1949年1月31日 北京和平解放 华北文工团 也随部队一起进驻北京 我们文工团的就是 阳哥队和妖谷队出现了 南东大妖谷 五重队就阳哥 我们能从东丹扭到西丹 就是这样 那个时候那尽头 这足就不用说了 那种高兴的 你说这个 现在我们那个就扭不动了 那个时候就是从东丹 我们从王府井 大街走出来扭 一直扭到西丹 经过天安门 然后再回来 这张照片 就是文工团 进入北京以后 孟瑜与另两个喜儿的扮演者 王坤和郭兰英的合影 在此后的岁月里 他们一直将白毛女 传演到了今天 六十多年过后 当我们再次提起这部歌剧 八十五岁的孟瑜 依然能清晰地记得 里面的所有长短 天明都在雪地里 跌跌跌跌跌你为什么 那么多年过来 这么多年过来 可以回家 那我们赶紧来 看悟绍地启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